在刚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当选的其他六位常委同志 李克强同志 Comrade李克强 李战书同志 Comrade栗战书 汪洋同志 Comrade汪洋 王沪宁同志 Comrade王沪宁 赵乐际同志 Comrade赵乐际 韩正同志 Comrade韩正 其中啊李克强同志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他的五位同志呢都是十八届中央的政治局委员 他们呢 这个更多的一些信息资料啊 大家可以通过媒体渠道啊 获取到 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的介绍 在这里 我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 衷心感谢 全党同志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一定 刻尽职守 勤勉工作 不如使命 不负重托 过去的五年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有的已经完成了 有的还要继续做下去 中共十九大 又提出了新目标 新任务 我们要统筹抓好落实